今天这部影片呢 我们想要再继续更深入的来谈断舍离这件事情啦 有关于无压力完整理这个活动啊 我们收到了蛮多大家的报名 还是有蛮多人对于断舍离是感到非常头痛的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家里已经整理很好的 也很报名 那我们一直在思考说 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差异 老实说我们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到底怎么样可以让断舍离再更简单一点 看了这么多的影片或者是书 然后对于断舍离还是这么困扰的 问题可能会是出在哪里 因为我们很想要去了解说 根本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 是不是有什么方法 或是不同的思考的角度 如果从这边去切进去 可能可以不要理解说 这个物品对自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因为像是很多的断舍离的方法 可能说 譬如说这个东西如果我没有用到的话 我就应该要丢掉 但是大部分的人就是会卡在说 虽然我用不到 但是我还是丢不掉 那我们之前也提供一些方法 就是说那就是整理很多次 你整理了五次之后都发现那件裤子 五次整理都还没有穿过 那或许这时候会比较容易放下 现在这边又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整理那么多次 就连第一次可能都有点辛苦 我已经可能好几年下来 累积这么多物品了 我光看到那一间厨房 是我就整个崩溃 整个立系全失 我连看都不忍心看了 那我要怎么样开始整理第一次 甚至到第五次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不忍心 还是因为懒惰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没有办法去踏出那个第一步 没有第一步的话就不会有第五步 那也就没有办法整理很多次之后 然后最后可以断舍离 那就是第四看起来太可怕 就大家会不小心把第四的那个画面 以为说我可能一两天就要把它整理好吧 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因为有的话 不管是一天丢衣物啦 或是一天整理一个抽屉啦 一天整理一个小区域啊 也是有不少的方法 就是说每天做一点点的这种方法 让整理变得更轻松 但是你看到这么多东西的时候 就会忘记了说 其实你一天只要做一点点就好 我要整理 然后就会有一个声音出来说 但是我没办法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 马上直接跳到一个结论是说 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 但是根本没有任何说法说 你要把所有的东西丢掉嘛 那他很快的跳到那个结论之后 因此觉得很可怕 因此打着 哦那我没有办法 这不可能 很多人会讲说 哦我没有办法像你们一样 全部的东西都丢掉 那就会有个很奇怪的问题是说 为什么你要全部的东西都丢掉 或者说为什么你要跟我们一样 为什么咧 为什么会觉得说 每个人的生活应该都会是一样的 这边就要注意到自己 在思考方面很容易不小心 落入一个局限 然后会马上想要跳到一个结论 就是没有够经常的有锻定自己的思考的能力 那第二个就是说 可能真的是为了找借口 如果说是找借口的话 那当然就没关系啊 就维持现状就好嘛 因为我们没办法去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嘛 一方面又觉得 我就是没有办法做 一方面可能又很想说 我希望有个干净整齐的家 那这样子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矛盾的心理 很想要了解这一块 这个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子 也是啊 去运动也是啊 对就是很想要有个苗条的身材 可是没办法去运动 在这个商阵世界里面 我们就是想要去追求商减的结果 可是一直抵抗不了商阵的力量 因为抵抗商阵的力量 你要很大的能量跟很大的竞争力 才有办法去跟他背抗嘛 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因为方法也都有 也没办法很理性的去面对 你说没错啊 因为像不习惯运动人 你说一天你只要运动五分钟就好 五分钟可能都没有办法嘛 所以这不是说 简不简单 我一天只要丢一物 连开始就是没办法嘛 也不是说能力的问题 并不是说因为我没有能力达到一天丢一物 或是一天整理一个小区域 而是说我自己的一个心理的想法 就已经限制我去做那些 其实你能力也够的事情 像是我们以前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先把事业给做好 接下来再运动嘛 对对对 当时我们24小时 我们可能就只有办法处理事业方面的东西 等事业的方面上手之后 然后能力也变强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开始进入运动嘛 后来找到瑜伽的运动 很适合我们 所以现在的话 如果说没有办法整理的人 很有可能是你觉得某件事情更重要 也许你觉得事业更重要 或是说你觉得家庭更重要 所以你想先把家庭顾好了之后 譬如说小孩也都长大了 然后我现在心有余力 可以好好的来整理了 或是来运动了 那这样的话 那就先不要去担心 那个什么运动或整理好了 干脆把你第一 重要的那件事情先做好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想要一次做完所有的事情 虽然说我现在明明 我的优先顺序就是工作先 或是家庭先 但是我脑袋里面还是会一直想着说 运动也要 装潢也要 然后整理其实也要 然后装潢也要 什么都要这样子 所以这样讲下来的话 大概可以分成几个层次啦 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各个面上 你其实都很重视 就是你现在就是没有能力 兼顾那么多嘛 一次就选一样就好了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顾不到运动这件事情 对 因为那时候工作对我们来讲 很重要嘛 尤其是我们已经创建了 但是其实整理这件事情 一直以来都在我们的生活中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是会先选择整理嘛 我们自己本身是说 如果不整理的话 我思绪就不清楚 就没办法做事业 有这样的先或顺序 我觉得这跟打扫是一样的 就是每天要洗澡 定时要整理 然后定时要扫地 撑灰尘 每个人的优先顺序不同嘛 那些你一直做不到的那些事情 显然就一定是 在比较后面的排序 一定是这样子嘛 一定是这样子 因为显然也就是这样子啊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先不要在意那么多了吧 你先把前面顾好 把这个能力提升上来之后 自然就有更多的能力跟时间 再慢慢的往后顾啊 那假设说 你现在已经顾顾顾顾 顾好了 然后到整理了 那到整理之后 你还是觉得很累 那就像你刚才说 就是你可以一点一点整理 但是其实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那一道自我设限的那个心房 要先把它放下 那一堵墙要先把它打掉 就是说 我不用一次一定要全部都做完 或是说 我不要先设限说 我没有时间或没有能力 或是说 我没有办法丢掉全部 方便拿取就好了嘛 对啊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讲 运动 我现在100公斤 我马上就是一定要减到60公斤 减到60公斤 对我来说不可能 那我就不用做了 这样子 那这样就很奇怪嘛 我们会很想要去跟大家分享 就是心态的部分 跟价值观的部分 因为这部分如果能够改变的话呢 剩下的方法就是很简单 就是方法其实没有到 这么样的重要 但是其实很多人很喜欢知道 整理方法 整理技术是什么 我们也会想说 当然可以提供这些方法给大家 有没有一些更有效更精准的方法 我们也 我们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那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影片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也才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六个 我们想破头 尽可能去想到一些比较精准的方法 想要来帮助对于断水里真的很头痛的朋友 对比较有感一点的 但是说回来我还是觉得说 那个心态跟价值观还是最重要的啦 那当然我们还是会尽可能的提供一些方法 让大家去尝试看看 如果说那个心房突破不了的话 那可能真的先从整理方法 或整理技术下手 或许也是一个方式 好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 六个断水里的思考角度 那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思考的角度呢 主要是在针对一种情况是 常常没有办法断水里 是因为你觉得那个物品对人来说很重要 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可以丢呢 但是我们今天的六个思考角度 主要是要帮助大家去认识其实这个物品 也许客观上来讲没有你觉得那么重要 如果你可以比较理性客观去看这个东西的话 也许就可以比较帮助你可以放下啦 然后我们提供这六个方法呢 也可以帮助大家思考说 是什么叫做真正的重要 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问说 对你有点重要的东西把它留下来嘛 那不重要的东西你可以舍弃 那什么是重要 咱们去界定重要这件事情 那第一个角度呢就是 如果有人用等值的现金 跟你购买这个物品 而且你也愿意的话呢 那可能就代表你不太需要这个物品 假如我现在有一个 那这个好了啦 假如现在这边有一个水瓶嘛 然后我当初花了五百块买了这个水瓶 然后呢现在呢 维尼她说她想要跟我买这个水瓶 然后愿意花五百块跟我买的话 我愿意卖给她的话 代表我就不需要这个物品 如果说现在有一个物品就是人家给你买 然后你就愿意 代表你就不需要这个物品 那这时候这个物品就可以断水里了 对这个物品断来的时候可能不是很重要 那像是我们现在有用一台就是自己很喜欢的笔电 那因为我们现在在原物生活嘛 所以对我们来说轻薄的这个功能是最重要的 就像现在市面上在Core i5以上的效能 大概的重量都是在一公斤以上 对我们来说都太重了 然后呢我们就只要在一台它的重量是850公克 所以说现在如果有人要花一样的钱 跟我们买我们的笔电 我们是不会卖给他的 那这边有个问题就是说 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 诶OK啊 他现金跟我买旧的 那我还可以拿这个钱去买新的 要去考虑到太旧换型的问题啦 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人会真的跟你买啦 只是说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思考 诶不真的有人来跟我买的话 我真的愿意就放手的话 这个东西就真的不是那么重要嘛 用钱就可以把这东西打发走嘛 就类似说我们现在在做瑜伽嘛 所以如果有人说 诶不然打那瑜伽店 我用你当初买的钱给你买的话 你可不可以就给我 那我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我现在就是需要 我每天都需要用它 我要给它的话 我会没有办法运动啊 对 会很麻烦 我们在台北买的 我们现在在嘉义 我们还要去台北买的 太麻烦了吧 重点是我需要它的话 我就不会把它卖掉嘛 所以呢我们是不会愿意给人家的 因为那些物品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而且都是精挑细选的 如果说真的用钱就可以放手的东西的话 基本上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排卖啊 我们自己觉得说 物品如果放在家里的话 它就是一个死气层层的东西在那里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照顾它的话 它就是开始积灰层 这物品使用的话才可以让它流动起来嘛 所以我觉得物品要有流动 生活也要有流动 如果没有流动的话 就会死气层层 对 生活就会停滞在那边 那第二个思考角度就是说 假设你没有那个物品 现在你有那个物品嘛 那假设你没有那个物品 然后就你在路上逛道看到的时候 你会不会再把它买回来 你原本的这个 我们讲假设你没有的 那有一天你出去逛街的时候 发现到这个水平 当下你会不会把它买回来 你会不会再花钱把它买回来 如果你的答案是不是的话 你不会想要再把它买回来的话 那现在这个东西就是可以断谁的物品了 就是可以跟它说拜拜了 对 像我们的笔店 或者像我们的瑜伽店 或者像我们的水平跟包包 都是如果现在没有的话 现在没有 那我们都会再花钱 买一模一样的东西回来 那就是那个东西是需要的 或许大家在整理的时候 就可以去思考 说我现在不是在逛街 如果说这些东西原本都不是你的 然后你现在看说 诶 我会不会想要买这个东西 我会不会想要买家里的那个东西 如果答案是不是的话 那那些东西就是可以请出家门了 对 所以就是把家里当的卖场 衣柜呢就是服饰店 厨房呢就是百货公司的那个 厨房用品店 鞋柜就是鞋店嘛 书柜就是书店 没错 你就是慢慢的去逛 诶 如果说我没有这东西的话 诶 我会不会想要再花钱把它买回来 一个是说你可能不小心买错了 或者是说 因为你的生活心态改变 原本需要的东西现在变得不需要 所以就不用买了嘛 如果说是生活改变的话那没有问题啊 你更成长了嘛 那物品就让它送给下一个 准备要再成长的人 那如果说是买错 那你就是告诉自己 大家都会犯错嘛 没有人没有买错过嘛 但是我们还是获得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啦 这个沉默成本哦 这也是经济心理学上就是 人性的本能嘛 就是无法承受沉默成本的发生 前两个都要谈到 跟花钱有点相关的角度 那第三个角度呢 你也可以来思考 如果说你的物品 送给认识的人 或者是家人 然后你愿意 甚至呢 还可以帮助到家人 或是你的朋友 然后你也会觉得很开心 那那个物品呢 可能就是你不需要的物品 像我们之前去调谷整理的时候 就常常会有这种情况 那个屋主啊 他就说 诶这个衣服 好像你们还蛮适合的啊 你们喜欢修仙风嘛 诶你们要不要 对 这种情况很明显就是 他不需要那个物品 对对对 所以我们说 诶你们喝茶吗 诶这个茶网还蛮不错 你们要不要喝 带一些回去啊 对对对 没事没事 也是一样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 建议大家就是要把那个东西 送出去了 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你不需要了 那你之所以留在你的家里 就是因为懒而已 对啊 然后你也不会用 你只想说 因为那个裤子 或者那些衣服也好好的 那个茶包也还没有过期 可是我就是没有想要喝啊 诶客人来了 你们要不要带回去 朋友来了 你要不要拿回去穿 那这时候那些东西 其实就是不需要了 这时候请要积极的 把这些物品分送出去 真的不要让物品 死气沉沉的待在家里 那第四个角度呢就是 如果现在有人要给你借 而且可能要借个一阵子之类的 那你也觉得完全OK的话 那个东西也是可以直接断舍利的 可以直接送给别人了 借东西给别人 甚至不知道说什么时候要还这种情况 往往你自己就会忘记这个物品 对方也会忘记这个物品 所以我们在道府整理的时候也是蛮常遇到 诶这个是那个 他站放在我这边的啦 啊我跟他借的啦 只是说其实还没有还他 或者说妹妹她来借住的东西放在这边 然后就没有带走 而且可能一放了这些好几年 可能妹妹肯定是忘记了啦 然后姐姐也是因为现在整理了才发现 所以你就可以去思考说假设说 如果有人要跟你借走的话 然后借一阵子你也觉得 诶好啊借给别人没关系啊 他用完要还我 那那个东西就是不需要了 你干脆就直接送给他了 但是人家只是想借 不想要增加物品嘛 对啊 那这些方法都有提到另外一个人 所以大家在整理的时候 或许就可以去假想 别人或者有朋友在的话 去思考那个物品 你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角度 思考这个物品对你的重要性 如果说看起来你可以割舍给别人 你可以借给别人用 胜过于让自己用的话 那那个物品就不该出现在你家 而是应该出现在别人家里 把那个爱心送给别人 然后也把爱心送给那个物品 让那个物品开开心心的 去被使用这样子 你那么容易就拱手让人的话 对吧 那个物品对你一点都不重要 那接下来是第五个角度 如果呢 你懒得花时间清洁和维护这个物品 那就表示这个物品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说是你很心爱 然后每天都会用到的咖啡杯好了 你一定会好好地清洁它嘛 就是说你家有你很喜欢很欣赏的 艺术家的作品 你可能也会很爱护它嘛 或者是说小朋友每天要吃饭 每天要用到的碗盘啊 或是水壶啊 这些跟小朋友的健康和安全有关的东西 你一定会好好地把它清洁弄得很干净嘛 现在的父母都很怕小朋友沾染到细菌啊 都要人家洗手干净了之后才可以去碰他的小朋友嘛 对你来说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会把他精神去维护 那这样是不是应该以对待小朋友方式 也这样来对待自己的耶 今天很重要啊你的健康也非常重要啊 那如果每天都在吸那些物品上面的灰尘 或是台面上的灰尘 收纳柜上面的灰尘而吸进去的话 这样的生活好像会有点不太开心吧 那确实而且现在都市啊不是空污很严重吗 大家家里都要那个空气清洁剂 外面空污严重啊 结果里面还要再制造空污 那这样是不是太多空污了 对啊那这样的家人的健康都会有疑虑啊 或许不要以啊很懒啊或是舍不得的方式去思考物品的重要性 而是去思考你的健康的重要性啊 那就以前就是打官换室的时候啊 旅店他们都会有一些装饰品嘛 然后有一些画作啊 然后会有书柜和白鞋 美美的书嘛 对 那些东西都是每天都要淡 每天都会有灰尘 每天都有 一个很重视旅店环境的老板呢 他就会很要求每天各个东西都要淡干净嘛 这样旅客进来住的时候才会有品质感受才会好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喜欢住旅店的关系嘛 对对对 因为他们每天就是打扫的一尘不染啊 干干净净的 就会很喜欢去住那边嘛 然后东西少少的看起来就比较美啊 其实喜欢建议的人也就会很喜欢一些装潢布置嘛 北欧风啊什么乡村风啊等等的 然后就会请室内设计师嘛 或软妆师去帮忙布置家里 但是如果说你花了钱之后 然后就是把物品放进去的话 那整个风格的调性就是不见了 那我们可能去IKEA逛 那IKEA它每个厨师都设计的很漂亮 就是因为它物品很少 物品只要一进去的话就变样了 那个风格 不要说风格不见了 那个美感都不见了 欸我都请室内设计师设计的这么漂亮 这么有风格了 为什么我的物品加进去之后 却没办法融入这个风格 这边确实有一个很奇怪的线上 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 我现在家里好像乱乱的不是很干净 那为了让生活环境变得美 所以我要找实验设计师来帮我 这样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事实上应该是要从整理下手嘛 因为没有整理好的前提之下 任何的布置 就是第一天设计好之后 那天很漂亮之后 物品进去就不一样了 就走样了 这样真的很可惜耶 对啊对啊 花了一堆钱在布置上面 但是就没有人想到说 你的物品进去之后就整个走样嘛 对我觉得总会没有想到这一块 等进去之后才会发现 欸什么好像跟当初的不太一样 对不是跟当初的买了新的房子之后 怎么就跟当初的 然后十年后完全不一样 大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应该有想过啦 那第六个思考角度呢就是 假设这个物品呢 你不会想要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的话 那这个物品呢 就不是一个重要的物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以下的对话 欸你有买这个东西哦 欸我之前一直看到 一直很想买耶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我用了之后 这不好用啦 你不要买不要买 不推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哦 亲朋好友都会去分享说 欸我买了什么东西很好用 推荐给你用 对或者是什么东西不好用 对然后推荐给你不要用 对那些不好用的东西呢 却还会继续留在家里 其实我们到大福祭的时候 野餐人会有这样的情况嘛 这个是什么东西 然后那个物主就会说 啊那我买了 可是又有请吃之后就不好用 然后呢 就是放在那边 那不好用的话就不会推荐给朋友吧 但是以我们的笔电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会觉得很值得推荐给 如果说野餐行跑外面的人 然后如果要背的比较轻薄一点的话 我们非常推荐我们使用的笔电 所以我们穿unicool的这个长裤 其实也很好穿啊 对 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会不断回购的物品 就我自己都会推荐给我自己回购的 所以呢 我也是会推荐其他人 如果有跟我类似的薰手的时候 我也会很想要推荐给他 就是说那个物品 它就是很重要的物品 值得留下来使用的物品 这个水瓶 一来是说你可能没用过 二来是说你用过了觉得不好用 啊它的容量有点少啊 还什么的 你不推荐给你朋友的时候 那其实你也不用推荐给自己啊 那这时候你就是可以把它断悬离掉 而且大家不会觉得说 这东西你每次看到它就说 这东西是不好用 每次看到它 就会想起那个负面的体验 但你看到它不改变的话 你也不可能去维护它 或清洁它嘛 它有灰尘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没啥吧 这就是不重要的东西 所以在整理衣柜啊 整理包包这些鞋子的时候 你也没有想说 要推荐给其他朋友的话 那其实那个物品 你可能就不是那么需要了 就是那些物品 其实也对你来讲 不会很怦然心动嘛 对你来讲 破烂心动的物品的话 就会很值得推荐给朋友也去购买 就像大家拥有的物品 也都是值得推荐给其他人的物品哦 对对对 那以上呢 就是六个我们帮大家整理的一个 断悬离的思考角度 那我们觉得你在检视每个物品的时候呢 你这六点角度呢 都可以问自己一次 然后我觉得 只要有一个符合的话 那个东西应该就不需要了 第一个是跟你用钱买 OK 第二个就是如果再逛的话 不想买 第三个呢 送给亲朋好友 你也就OK 第四个 借给别人借很久 你也觉得OK 第五个 根本就不想花时间清洁他 第六个 你不想要推荐给亲朋好友 像这样子的评断标准呢 可以帮助大家在断食的时候 更了解 那些物品对你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 虽然说这些不重要的物品呢 堆在家里 短时间来说 可能真的不会对 你的日常生活有太大的影响啦 但是就是因为 家里存在很多这些 不重要的东西 所以让我们没有办法 专注在 真正重要的东西跟事情上面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 大家如果发现自己 好像常常会有 爱拖延的现象发生 或是每次要准备 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就觉得说 好像有点恍生 或是不小心又开始滑起手机 我觉得这都是因为 家里存在太多不重要的物品了 所以才会导致你 没办法转心 再来说 如果说你真的很想要 比如一个很漂亮 很有风格的家的话 那这件事情一定要先做 再去找室内设计师 因为我们以前就有一个很异想天开的想法过 就是说 如果说 诶有些人有储藏室 然后好久都没有使用了 那如果说 现在有人说 诶你这个储藏室也不用整理啦 那我给你多少钱 然后你愿意这些东西都给他的话 那其实那件储藏室的东西全部都可以丢掉 然后就是说 如果别人愿意花一笔你也满意的钱 给你10万块 然后说你这个储藏室的东西全部给他 然后你觉得OK的话 诶我好像有10万块耶 好好喔 对吧那些物品费来讲 就是不需要的 你就可以发现说 啊原来我那么容易就背叛我的物品 一天开始整理 我们就会找一天 更接近自己的理想生活啦